二位17号急救之后 当然大部分是在昏迷的状态 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眼神 比如说看到曾孙宁的这个 听到声音或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还是会似乎有一些可以互动的感受 这一次最主要还是败血性休克 主要是因为肺炎的关系 有哪个家人在身旁? 包括他的两位女儿 还有媳妇 还有孙女 对都在 这两天是不是跟家属有很多的讨论 就是说家属可能也蛮不舍说 真的要这样子让总统离开 对当然我们都是跟家属有充分的沟通 那我们都已经用到最强的抗生素 当他合并有多种器官衰竭的时候 我们就跟家属一起来讨论 那你还想想有关于那个捷律 那那个部分 目前就是这部分会怎么安排? 据我所知的话 目前是在这个后续遗体的处理 也是交由总统府那边来做处理 那我获得的资讯并没有了解到实际的状况 那据我所知是应该是后续会有总统府这边来做后续的处理 请问一下是否2月17号之后就陷入昏迷 有宗教以度讨论吗? 2月17号急救之后 当然大部分是在昏迷的状态 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眼神 比如说看到曾孙宁的这个 听到声音 或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还是会似乎有一些可以互动的感受 由于以前总统高龄98岁 本身又合并有多重的慢性疾病 抵抗力弱 在他这一次住院的病程当中 有174天有广阜的感染 最后因为败决性的休克 合并多重机关衰竭 虽然经过我们医疗团队全力的救治 仍无法挽回 于7月30号 今天是9点24 雨是长迟 那首先要跟大家宣布一个 非常难过的事情 就是我们敬爱的李登辉前总统 于今天晚上19点24分 离开了我们 在家属的同意之下 在这边跟大家说明这一次住院的经过 李登辉前总统是在今年109年2月8号 在家里进食的时候 不慎呛道 因为有呼吸困难 所以紧急送到台北农总 住院之后检查发现有两侧飞跃的吸入性肺炎 有心脏衰竭 后续有合并两侧飞跃的热膜积水 以及急性的胜伏伤 台北农总组成坚强的医疗小组团队全力的救护 在2月17号傍晚 以前总统乘坐轮椅与病房区活动的时候 突发新兴性休克 医疗团队立即进行新秽附数数CPR 并放上呼吸器 由于前总统高龄98岁 本身又合并有多重的慢性疾病 抵抗力弱 在他这一次住院的病程当中 有174天 有防护的感染 最后因为败决性的休克 合并多重器官衰竭 虽然经过我们医疗团队全力的救治 仍无法挽回 于7月30号 今天是9点24 与世长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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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